我們剛才在外面聊聊台中,再多講一個台中的事情 那個事情之後,我就被我一個朋友罵 一個長輩,挺好的一個長輩,開燈光公司的長輩 就罵,你就寫信說,你很帥,你很屌 你現在有能力了,你能take case 老林什麼什麼,找你做,你能take case 你這什麼態度,他先用兩個方式罵 一就是老兵最愛的嘛 老兵最喜歡罵菜鳥是什麼 不懂軍中的倫理 他就用這種戲劇的禮罵說,你怎麼可以犯上嘛 你怎麼可以去讓林老師背黑鍋嘛 那我那時候想怎麼不行嘛 因為他不背我,我就背啊 這個黑鍋他應該背了 他知道是這個事情,他應該先擋下來 我的態度是這樣 那你不擋 我不能因為我的老師不擋,所以我不擋 這是不對的觀念,但通常人都是這樣子 主管都沒說話了,你說什麼 老闆都沒說話了,你說什麼 總統都沒說話了,你說什麼 我們還存在一個階級制度裡面嘛,吉特勒嘛 老林都沒說話了,你竟然可以開始有點像那樣的意思 然後把他拖下水那樣 我就跟他道歉,我說我承認嘛,我就是拖他下水 因為我知道我在拖他下水 所以我不會因為你罵我生氣 因為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第二件事,你看到另外一個事 你這樣很屌,你是編導,你是導演 你這樣很屌,你一個案子 接一個案子可以五六十萬幾百萬,你說不推就推 本來一個晚會,我燈光公司可以去承接 這樣幾萬幾十萬 然後你一推,你有能力說不推,這個案子不犯了 我們吃什麼,這是一般,我在跟他講 這是一般所有人放眼整個社會 所有人中產階級面對的問題 對不對,所以他後來又跑來罵我反核嘛 我後來在網路上寫一些反核的言論 他又跑來罵我嘛 比如你反核,你反核,你到底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夏天睡覺都把所有人集中在一間房間裡面 然後開一台冷氣了,你還要怎麼樣 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本來開兩台冷氣,他說他也在做 意思是我們用我們的方式可以去做反核 你還要怎麼樣,因為我可能寫得特別激烈 我說我朋友要怎麼樣,很好 很好,因為你問我,我甚至沒有你的精神 我甚至沒有把像你這樣去想這個問題 在家裡怎麼解少電,我覺得你比我更反核 所以大家一看到反,就是我們被焦慮了 我們被焦慮了,就是一樣,跟政治一樣,不要痛 我當東西,一天要反,你不壞人 我爸一天要反,民進黨 我過年的時候,花了好多時間跟他解釋 就是原住民跟民進黨的不同 因為我過年前去聲援台中的事情 他就一直說,你們那些朋友,你們那些朋友 我說我們那朋友都是原住民 然後他說,都一樣,就是民進黨 那我就說,你老婆也是民進黨的 爸翻臉 他永遠是老爸,他永遠可以翻臉 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我開始在想 我就跟他說,很好啊,你開冷氣官很好啊 這是一個現在我們要提升的公民意識 就是說,當你做過很多人 右派的提出一個有力的打壓反對意見的手法 叫做你反核,對不對 那你說出一個比核電更省的 現在都是這樣子 你反都根,是不是 你提一個好一點的都市計畫 你反美麗灣,是不是 那你說一個租進台灣國際觀光的好方法 你不要美麗灣的話 你討厭核電 那核電現在是最省的 你能提出別的嗎 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現在遇到問題都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 我們現在還遇到什麼問題 白海燈 不一樣,那叫他轉換不一樣 都是這樣子嘛 然後很多人被一讀就說 喔,對喔,我不懂,那我不要講 所以你媽的屁我為什麼要知道 我花了那媽的幾年念戲劇 你花了幾年她媽念政治 這些問題是你要提出來的 這是你的工作 你要跟我玩右派,我跟你玩右派 右派叫做什麼 分工責任專業嘛 對不對 國家花了那麼多錢 念大學 栽培你當成一個政治人才 你畢業之後 你應該我們來談右派那一派 那個論調 你應該在台灣 敬你右派的責任 叫做什麼做好你的工作 付出你的社會責任 你有嗎 你有的話 就不會定一個爛都根法 因為這就是 我們每天講那麼多稅 就是要叫你們去做法律的 然後做一些政策讓我們一起用的 你們這做這個政策 然後反過來就說 沒你做沒你做 我做 那你來做百年國欠 講不完嘛 你懂我意思 所以老是遇到這種人 很辛苦的 然後他們不大知道 你要是跟他們講到這一點 他們就覺得我在取消他們 所以永遠都講不完 所以後來我就想 欸我跟他們講 後來講說 好 這是很好的 當我們大聲出來抗議一件事情的時候 別人一定會說 你有更好的方法嗎 然後你一定沒有 廢話 沒有才要抗議嘛 有的話我就做了對不對 一定沒有 所以我們就會心虛 千萬不要心虛 你要 你可以心虛 但你不能退 你指著人是做 氣勢不能弱 那你可以心虛 那你要趕快想你能做什麼 我終於想到了 過了一年之後 我終於想到了 然後我跟他講 我們接下來外表房的計畫 就是在我們自己 租了一個地方演戲 就也是一個小小地方 觀眾席30個人 每一場30張票 然後在一個公寓演 地點非常好 在瑞豐廣場 叫3.3小劇場 我們決定了 包我們的頂多 要蓋成太陽能板 然後去貸款 做太陽能板 因為太陽能我算過整個功能 然後算過整個功率 跟台北的日照啊什麼 所以現在有點小專家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 估計上面板的蓋起來 之後我們可以做一個 純核電的小劇場 不是 純太陽電力 我要能做核電的 純太陽電力的小劇場 希望能夠做一個 我在做戲劇嘛 對不對 我的態度比較像是 你認清這一切的時候 你回到你在做的事情 那我不會因此就變成一個社會運動者 因為社會運動者不是去當的 社會運動者是你是一個學生 你是一個老師 你是書店老闆 你是一個導演 都是社會運動者 所以我不用特別去當一個社會運動者 所以我不用特別去當一個社會運動者 所以我必須要回到原來的工作 所以我在想我能夠在我的工作中實踐多少我關心的意見 所以當我那個心虛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明年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算過那些電力啊 度數啊 燈光的耗損量是絕對夠的 因為30個人蠻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 希望能夠做一個第一個 太陽電力的一個小劇場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戲用的電 照明的光 光呢都是乾淨的光 不是核電光 看我們的戲不會得來自 來源比較Q的 你知道嗎 來自大自然 當然啦自己以為 但另外一面還是這樣 就是我們絕對可以在生活中想到 任何我們可以去做的事情 要我們關心對不對 這是從誰學的 一樣都是從網路上學來的 你去關心 我覺得台灣在做社會運動 跟做政治運動 都算來是簡單的 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發生的事情 別人都發生過了 然後別人都會記載下來 在網路上 所以我們只要上去看網路 真的 我是說真的 你看海盜黨 你去看那個 那個 他們有太多的抗議的案例 所以他們你也能夠 當然能夠在國外找到 任何的BOT的案例 王家都根的案例 因為我們都是學別人的 相信 我們的政府沒有自創能力 我們都是學別人的法律 拉進來之後呢 就跟買一個歐洲車 放到亞洲開一樣 絕對壞的 這是我們的政策 所以我們每樣政策都壞 這是這樣的 都根都有問題的 所以你都可以去查 原來的案例 為什麼會有都根 為什麼要有都根法 它絕對有來源 對不對 為什麼城市需要都根 你們知道都根嗎 知道嗎 都知道都根嗎 那為什麼要有都根 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都根法 為什麼城市需要都根 這樣說 不知道啊 對不對 知道嗎 真的假的 嘉義沒都根 好地方 其實都根法 建議利益都很好 像我們剛才在做ETC也是一樣 很多東西利益都很好 都被政府給玩爛了 一個例子很好 那個都根是為了說 政府補助一個經費 讓建商去幫忙修復危險的老住宅 幫忙修復危險的老住宅 意思是說我以前高雄住的家 是個那種員工宿舍 所以看起來就很恐怖了 所以我那一塊就給都根 讓我們這些人能夠住得更好 所以都根在歐洲進行得很好 因為有一些鄉村啊 房子啊 或者比較中低階級的人 他有一個房子 能夠keep自己生活已經勉強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再upgrade他的住宅 然後這種事情 然後你太多的老舊住宅會浪費暖氣 在歐洲 浪費冷氣 浪費暖氣 你會耗費水電 管限老舊 所以你為了國家 為了全部的人 為了這些住在裡面的人的安全 你要去都根 把他的房子蓋好一點 他雖然是很窮的人 但你要做社會照顧 讓他們住得跟我們一樣好 至少他的馬桶是通的 不需要免治 但又通的 意思是這樣子 提升比較低價階層的人的住 十一住行 住這件事情 問題來了 你看台灣哪一個都根案是為了這個利益 全部都根案都是在草地皮 就是這樣 好好的一個政策到台灣就給你完成這樣 都能夠這樣 然後我們在 剛才在講的是什麼 EPEC 對 他就是一個好的政策 ETC 是不是 那我恨死ETC 你是一個 包給你一邊廠商 對 好這就要 講到整個資本主義跟 跟那個 商業主義 在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只有這麼大的權力 趕快去看一部電影叫 Too big to four 就大概知道了 因為要舒緩 讓這國家能夠run 政府很簡單 當一個政府很簡單 叫做 我們講 我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你們就是 我們這塊地 有地方 有人民 有政府 你們給我錢 我出去想辦法買東西 養活你們 讓你們過好日子 這個壞了 我拿錢去修 是這樣子 我們一群人出錢 脫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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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館給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做 政府 然後這個單位呢 成立一個機構叫 國家 然後我們的國家 叫做華民國 是這樣子 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拿我們的錢 你不亂花 你老拿我們的錢去亂花 我都煩了 然後我一看 大家還是住在更爛的東西 這個房子裡面 然後你都更是 跑去參人家家 你又製造了 更多的受害者 然後原來該受幫忙的 沒受幫忙 光就讀 每一件事情 你去反省都是這樣 現在我們遇到的 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 都是這樣 所以太可怕了 我們不能再不管真實 所以講回我自己 在做的事情 我到現在 除了在實際上 就工作上 我們剛才說的 在生活裡 我的工作 把我的劇場改成 那個 飛隔店啊 太陽人 很開心啊 我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就跟有人喜歡種花草一樣 對不對 外面也有花草 很好看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些小心 就是這樣子 在生活中 千萬不要為了某一件事情 去放棄所有的生活 除非愛情 因為你想我沒有用全部 你會被另外一個人罵 除非愛情 所以 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是一個這種 世界 明天我死了 我走出去掛了 這個世界的話 繼續run 我們每個人都是極偉大 每個人都是極不偉大的 就是你死了 這個地球會繼續run 沒差了 你的好朋友都會活得下去 可以啦 真的 幾天 哭個幾天 之類的 我們每個人都偉大 每個人都太不偉大了 這就是生命的奧秘 他給了一個地球上 有六十幾個偉大的獨立生命 但他隨時每天在拿走一些 然後每天給一些自己 這非常organized 一個非常有組織跟有 有機的一個星球體 就是我們現在在地球上的時候 有些事情 所以大家要想得更大 picture要放更大 更大之後 就會慢慢地 再看回台灣 我們到底生存在什麼樣的狀態裡面 我們剛才也討論到街頭抗爭那些事情 因為現在慢慢都沒有街頭 所以ARIMAS 就我剛才講的 他們是另外一個八起的 在香港叫做 鍵盤陣線 鍵盤聯盟 也是從 是嗎 叫鍵盤聯盟對不對 是不是 還是鍵盤陣線 聯盟 我不知道 好像叫鍵盤聯盟 他們也是從國外傳來的 就是他們開始 像海盜黨一樣 海盜黨就是在盜版 跟 政府對抗 跟Sony打官司 那樣的 為了 爭這個所謂的版權法 這樣 他們就會在網路上不斷打 他們就鄉民那樣 所以他們剛組成的黨很酷 我看到那個照片 全部都是所謂的宅男 就是都很宅這樣 然後拍照一個政黨 那是柏丁的海盜黨 在他們的那個議會前面拍照 留言一看 全都是那種 平常看起來不出門的 那他們為什麼會起來做 他們就是用網路的 他們就不上街的 用網路的 這個政黨是用網路的 所以他強調網路的 絕對自由 他支持危機檢疫嗎 所以他不能夠收到任何資料的 他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從 透過他也會看到很多 新的案例不斷在發生 你其實說烏坎 知道烏坎事件嗎 大陸的烏坎事件 烏坎事件就是另外一個 王家的翻盤 一樣的問題 土地徵收 農地徵收 現在一樣的問題 四騎水利一樣 搶地的大土 一樣的問題 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不是單一的問題 他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叫做 現在的政府 現在所謂以民主建立起來的政府 制度 這個 這個東西 這是奉行民主的 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所有的這個機構 面臨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叫做他們 漸漸的已經被 資本 給控制了 所以政府不該是政府了 因為當政府養不起 這群人的時候 他必須要 要求企業家的幫忙 企業家有錢嘛 所以其他家說 好我幫忙 那 我要優惠啊 所以他們可以無限貸款 可以帶到雷曼兄弟島 意思是這樣 所以美國的經濟是非常玩垮的 但美國經濟也是這樣被玩起來的 就他們在二次 那個經濟消息的時候 他就大量的提高這個 匯率的開放這個 就喔我免費啊 怎麼我讓你進駐啊 那個 所有的鬼東西都是那時候發明的 什麼BOT都是那時候發明的 對不對 一個月租你十幾萬的海灘 你用五十年 用完還我 我繼續賺錢 聽起來好像好醉喔 五十年後 我要一個破判 你看看 莫名其妙 真的是 所以那個時候 但因為這樣就工作機會 工廠就多了嘛 活絡起來 有人就要去蓋高鐵了 有人要去蓋美麗灣了 就活絡起來 整個美國是靠這樣賺 就是回來的 回來之後 政府全力收不回來 法律已經修整了 就是貸款的法律越修越低了 然後法律的規避 所以輕易可以貸到款 他們不斷的向美國貸款 美國也有錢貸給他 因為這個國家是他炒起來的嘛 就是這個 當時的這種開放的政策 等於是一個小稻草 把這個稻草燃起來 一丟進去 這個火是你燒起來的 現在台灣 現在美國這麼龐大 是那個資本家炒起來的嘛 一起共同努力 所以他們當然要把錢拿回來嘛 就跟政府把錢拿回來 所以美國政府就不斷的這樣子被掏空嘛 然後就不斷的惡性循環 我法律就修不回來了 不會有人讓你修回來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修法人參議員 都拿過人家的錢啊 你都是屬於某個商業集團啊 你們一群是旺中的 你們一群是臺利的啊 所以你們不可能修法啊 你修了法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跟 你就沒辦法賺錢啊 你沒辦法再跟政府貸款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這樣的 所有的 BOT什麼鬼什麼 所有的 就棄人嘛 我們現在選出來的政府 你不制定政策 制定政策不好 都已經談不到了 是你去懶到去抄別人的政策 你看到別人什麼樣就抄別人 但你只抄右派 你只抄民主嘛 因為你是堅持民主陣營反共 我反共 屁 現在銀行都是中資的了 你哪裡反共 你盡快把台灣給開放掉 再幾年台灣就 真的 我剛才在跟他們講 我說馬英九這幾年幹的事 跟陳水扁 陳水扁上場 就是在上任的時候 造成的damage是一樣大的 就造成的傷害是一樣大 只是不同的嘛 對不對 不同的傷害嘛 陳水扁傷了我們台灣人的心嗎 就是我們的傷害 馬英九是當我們在陳水扁傷了我們心之後 把我們賣去當紀念嘛 意思是這樣 都是一個壞錢男友 第一個捲了我們的錢 開了我們的車想跑 就被抓回來關心裡面 那如果現在這麼慘你看 看了都難過了 應該把他放回來啦 然後現在換了馬英九 幹了一下他的政策 其實你要仔細去檢討每個政策 他假如出了十個 看起來不痛不癢的政策 當這十個政策 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足以讓台灣合法的回到中國的懷抱 真的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現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 就不斷的 我們就是要觀察這件事情 然後去抵抗這件事情 用我們的力量 我走不上街 我就不斷的寫文章 在網路上傳播那樣的 然後 現在所有事都靠這個 現在有很多的革命是靠 一些網路的配套 但茉莉花革命很快也是一樣 每個人在街上都直接開手機的 你就可以現場看到 革命就來了 只要不滿的 就來了 好 我大概 講完了 所以大概我一小半輩子就這樣講完了 然後一直到目前 就我現在大概就做這些事情 然後再弄劇團的事情 然後有機會就去參加一些 關心一些社會問題 但不一定每個都關心 這又是另外一個好玩的事情 因為 他們就說 欸你關心那個那你怎麼不去關心那個 我說我不是職業的 我要上班啊 又不是職業報名 我以前認識一個職業報名 職業報名 職業報名已經太好了 太好玩了 就是 前一陣子我們在弄反核 跟那個 大寶他們 跟那個 柯島他們 那他們很右派啊 我還跟他們鬧翻 沒鬧翻我跟他們太軟了 你發現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衝動 我們不要衝動 我們要合法 我們要什麼 我說那還上街道嗎 上街就是要找勒子跟警察官 然後警察叫一勸 不要跟他們打架 不要拉他們 我們就是要和平 什麼什麼 我說屁了 你們就是 已經證實了 和平的抗爭 是最沒有力量的 他就是一個發洩的管道 他就是跟 他就是跟 吳政府US王 那個一個 吳政府US王裡面講的話一樣 他不斷的讓你發洩 讓你在 罵政府 不 讓你 參與 罵這件事情 當你罵多了 罵馬英九多了 我就覺得好像我對社會有點貢獻 但我講的言論 一點對他都沒影響 懂你什麼 我讓你發洩 對 你很想幹政府 我想辦法讓你在家裡把手牆給打完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很壞 唉 人家覺得我們沒什麼未來了 有 有未來了 很多人在做的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很開心 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因為這個是我唯一回想起來 否則你聽我講 要是我跟外國人 我有時候跟外國人講那麼一大段 就說 我到底在幹嘛 台灣到底是在幹什麼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僅有的破命文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聽完就覺得說 好可怕喔 那你怎麼還能活在台灣那種地方 我說對不起 我剛才講都是負面 但正面的好太多了 對不對 否則我們早就收不了 就該走了 像我姐就是 她就收不了就走了 我認識一些朋友 就是收不了就走了 各種都有的狀況 有的人是因為陳月扁上去 然後她是個外省 我一個朋友 二代的 砰 飛去上海 不回來了 她比較親中 那親中不是對錯 我覺得親中不是對錯 親民進然後親國民進不是對錯 親中 她比較舒服在那個環境裡面 那她在台灣其實也很痛苦 因為她就是一副外申的那樣 別人不會 她也會講台語 但一看就知道外省 她也覺得受夠了 然後她也不喜歡跟她混著眷村朋友 然後 這就更慘了吧 對不對 懂意思嗎 然後你是在 對嘛 意思就是你在高雄 然後我以前唸書的 學校叫和平國中 那整個國中就講台語的那樣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到會講台語 我就很慘 我這是唯一的外省人 欸 一看就是外省點 一天到晚有人從我旁邊走 用咖啡兵的 一天到晚 真的我不誇張 從此之後 我立志要把台語給學好 但我已經是算很會講的 就是我們家伙是很會講台語 所以我開始去學台語 沒有學 弄好 國中 弄好之後就比較大一點了 不那麼怕聲了 才敢跟他們這樣 用台語唱回去 他們就尊敬一下 雖然是個外省 但至少是會講台語的外省 你放我一巴掌 或是變成朋友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我現在來做 欸 來 問問題 大家比較喜歡想知道什麼 什麼動態 戲劇的還是什麼的 都可以 很光的 但有些我不會的我也知道 後面我會叫你聊一聊張璇 這有什麼好的 張璇璇是個歌手 是個台灣挺難得的歌手 觀音社會運動 觀二代 還有什麼 寫過一首歌叫寶貝 第四張專輯 大概這樣 我一個蠻好的朋友 但我女朋友是焦安普 這兩個人對我來說 他的藝名叫張淳 怎麼樣 要知道他什麼事 想知道他什麼事嗎 所以邀請他來呢 我可以問問啊 沒問題 所以其實你們想請他不是請我嗎 沒有請你來 文字禮拜訓請我來 然後告訴我這個事 然後我回去跟導演講 然後下禮拜請張璇來 三百人 這些有多少人是買來的 為了要說服我 文字禮拜訓 我問他 我問他 我問他一下 如果沒事他就等於願意來 加一瓶 來這裡緩和啦 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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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緩和 你說 抱歉 請問你有不留學可以解決你剛剛講的那些問題的方法嗎 現在網路陣線這一塊的人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希望用一些網路的方式 因為網路是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新的一個世界 一塊沒有法律的地方嘛 所以他們現在才在捍衛這塊地方嘛 好 我簡單的講 講一下 你要記得你的問題 海盜黨 堅持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我先快速講好了 他堅持 網路如馬路 然後呢 人有行的自由 所以我在馬路上我可以看事情 對不對 我走到了圖書館我可以轉進去查資料 對不對 我走到商家我可以掏錢買東西 對不對 但有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有公園我可以進去 來 有很多地方 醫院需要我可以進去 馬路是這個功能 馬路是讓我們幹嘛 走路旅行的 旅行是知識最好的獲得嘛 對不對 我比較贊成這樣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看書 對所以 旅行對我來說能夠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有怎麼樣 遷徙的自由 行的自由 這也是憲法給各國的國家的人民的保障 我可以住高雄住哪裡 這是我有決定的自由 所以 網路如馬路 人有行的自由 意思是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任何東西 不用錢 我不要因為要去聽一首歌 我要付五塊錢 為什麼 你不是在大街上放嗎 你在大街上放 我走過去你要跟我收五塊錢 那你說你不付你要繞路 意思是這樣吧 對不對 我們在網路上 大家都知道網路的意思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就在抗議這個東西 然後為什麼海盜黨會起來 是SONY去告了海盜黨裡面 還沒變成海盜黨之前的一個 在家裡完全完全 他就下載了一首音樂 下載這首SONY音樂被告一千五百歐萬 一千五百萬歐 誇張啊 對不對 我到底怎麼樣了 我放了 我當落了 所謂的非法 好 我們要重新認定這些非法反啊 這些負面的字 他所謂的非法下載一首歌 所以他違反了什麼 反權法 對不對 所以他就能用反權法告他嘛 所以SONY就用反權法告他 好 所以問題來了 我們有人看過反權法嗎 有沒有 蘇宇亞對不對 都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我自己做這塊的我也沒看過 為什麼我反反權法 反權法是錯的 我講一件事情就好 我先把那個馬路的事情講完 所以他一當落一首歌聽 他用的反權法可以告他一千五百萬歐 請問我們在這個事件中 我們關心的是什麼 我關心的是 好 我關心的是 他憑哪一個法律可以罰一萬 一千五百萬歐 所以表示有一個叫做 反權法對不對 我就去查那個反權法 去看他犯的那一條 然後我看了 哎呦我靠真的可以這樣子罰 什麼幾倍啊 或者多少錢 真的是這樣子罰 問題來了 這誰訂的 這怎麼回事 殺人還是怎麼樣 強姦都沒那麼 殺人都沒有這麼 那個罪嘛 所以網路上他們很多做比較 連續殺人狂二十年 下載一首歌五十年 這是 莫名其妙嘛 好我們回頭來 所有的法律都在幹嘛 保障某些人 他保障的誰 Sony 以一個地球公民來講 台灣的一個 所謂的台灣的公民 我假如下載Sony一首歌 Sony是一個國際跨國企業 這個地球 或是這個人類 什麼時候變成定的法律 都在保障企業了 懂嗎 法律不是應該去保障弱勢的人嗎 我跟企業比 到底我弱勢還是你弱勢 然後那企業回頭說 你們是千千萬萬的 所以你們是多數 所以我現在要訂法律來 讓你們千千萬萬的人 不能偷我的東西 對 合理很對 但 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你是一種極右的思想 還是什麼 太誇張了嘛 好 反過來說 版權法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版權法其實是一個騙人的東西 你看下次當天來你問他 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我認識的 商業的歌手拿到版權這個東西 版權拿下的錢給誰 唱片公司 所以那一千五百萬 他就算拿到了 他不是付給被盜的那個歌手 是唱片公司拿到的 然後所以有很多歌手跑出來說 欸 反榜錢 什麼 買正版喔 什麼意思 你到底知道版權法是什麼 還是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 藝人的工作叫做我付錢可以要你說 任何我要你說的話 記住這叫藝人 他們就是演員啊 我是幹導演的啊 我劇本留給你 你是演員 你給我照著我的話說啊 所以為什麼我有這麼虛假的不實的代言嗎 都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認清楚 這個人是在工作還是在私底下 我們永遠搞不清楚他是張璇還是交安普現在 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他的工作必須要拿錢說一些話 這叫藝人 所以你只要給他錢出一個通告 你去找 買正版什麼什麼 你去問他 你知道版權法是什麼 不知道 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的經濟公司會回答 壞就在你的經濟公司 你還讓你經濟公司回答 懂我意思嗎 所以 海盜黨一直在開放這個東西 他要讓整個資源 變成是開放的 你隨時可以 我才能做階級翻身啊 我假如要錢才能去買知識的話 我怎麼翻身 懂意思嗎 我假如上網 我要當作一首歌要十塊錢 我看一本書 我現在要五塊錢 我去搜一個資料 一個誰的研究論文 我要付錢 那我怎麼 get better 我怎麼在一個poor的狀況下 變成rich 我怎麼做階級的翻身 大家有聽過 莎士比亞藝術節嗎 紐約有一個莎士比亞藝術節 創辦人就是一個沒錢的人 他就是到圖書館看書 學莎士比亞 後來變成一個很大的 成功的製作人 然後他同時最好的就是 Blow-ray Off-Blow-ray 跟Off-Off-Blow-ray都是他管的 所以他把Blow-ray賺的錢 丟給Off-Blow-ray做創作 把Off-Blow-ray做出來 不商業的作品 改成商業賣到 Blow-ray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戲 都是吉他的首 叫Pub 他堅持要做一個 免費的莎士比亞藝術節 當時的 紐約的公園管理局要命令他收費 他說為什麼要收費 因為你們在公園裡面 你們不用錢 很多人都會來採草皮 我要把草皮維護費 請問一下你是公園隊 公園不是就是讓我們採的嗎 人家在上面踢足球 你要不要付 這樣子 但那時候很奇怪 我在那時候看一些史料 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冷戰 他們恐共 任何社會福利的 不用錢的 他們都覺得是共產黨 懂我意思嗎 這共產黨的手法 大家來吃飯 一邊吃飯 一邊聽我宣導 一些理念 是這樣子嗎 所以那時候他們很恐動 美國人在 所以就覺得 一直質問這個Pub 你是不是共產黨 你是不是 怎麼搞這種不用錢 什麼意思 什麼叫不用錢 他們沒有辦法連結 什麼都不用錢 他們資本主義長大的 什麼都要錢 他說因為我是這樣取得知識的 所以我要用這個方式 推廣知識 所以他在 在紐約辦一個劇團 像以前金智 金智有點學他們 就開一台貨車 到處演莎士比亞 到布魯克里拿到 落後的地方去演莎士比亞 讓他們至少知道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沒有念書 但我們都看過 教宗教育的什麼 嬉俠無異 我們知道 哦 背叛會 壞下場 對不對 當壞人會被雷打 這是一個教化 這是戲劇的功能 就是教化之一 教化跟俚樂 所以一樣 他就是到處不用錢 去演這個戲 然後最後變很夯 在控管這三個 藝術節 整個就打官司 然後那時候的 後來的紐約 後來那個水利局 就是紐約的市長 其中一任市長 然後就跟他打官司 然後吵啊 然後民眾就當然 一面的支持這個Pub 就大家支持他 然後才說 噢不用錢 政府一看哇 民意一邊倒 趕快去找了一個 企業組贊助錢 然後市政府拿出一點錢 然後蓋了一個劇場 在莊公園 然後就說 噢我們錯了 然後這個送給你 你可以繼續做你的事情 不用錢 一切都決定在輿論 所以人民當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人民只要支持Pub的行為 政府也必須要支持 而且政府不是支持 但是政府拿去蓋劇場的錢 是我們付的錢 所以我們要告訴政府 我們希望政府怎麼花我們的錢 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之前的國民黨的教育 都是一種高壓恐嚇洗腦的教育 所以我們不大會去對這種事情做抗爭 對不對 我回家跟我爸說 我們要去抗爭什麼什麼 我爸可能就會說 你小時候什麼都吃不飽 你現在為什麼要這樣 很多人會跟我講這個話 噢我們那年代這麼不好 都不會有人這樣吵 你們現在是怎麼樣 日子好了 所以你們就吵了嗎 有些人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慢慢去跟他回答 講某件事情 可能到講到第二分鐘 他一直叫我民進黨什麼的 他這輩子只有兩個壞人 他的上半輩子壞人叫共產黨 所以他在30歲 他在50 50歲以前 他只要罵人 他不是罵黃八蛋 他罵共產黨 50歲之後他罵人罵民進黨 他的世界只有兩種人 他的魔鬼黨只有兩種 我們一輩子會面對很多壞人 對不對 或是突然發現他是壞人 他沒有沒有沒有 他上半輩子是共產黨是壞人 下半輩子是民進黨是壞人 所以你只要幫民進黨說話 你就是壞人 這很悲哀 他是我爸 沒有他我也不在這 但是很抱歉 未來的世界沒有他也沒有我 台灣未來的世界不會有他也不會有我 老的觀念慢慢在死掉 新的觀念 將來會變成老的觀念也會慢慢死掉 然後我們意識到這一點 你就會覺得 嗯 好像我多做一點少做一點 無所謂 所以不要把它變成一個 你知道 非常的 我很怕一個人很用力的做某件事情 談戀愛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愛死你了 為什麼 我就嚇死你了 誰會這樣說愛啊 一直要親我的 也會很恐怖 但 太激烈的人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太激烈 每次一腳什麼看 馬上就摸下來 什麼什麼 那一腳就摸 罵到 哇靠這些人不然從哪學 都好厲害啊 電視看特別多 罵人都好厲害 我覺得台灣人 好 所以 講回他的問題 哈哈 講太久了 好 靠輿論是嗎 可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不是 我沒講完 對不起 所以這是 好 我想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就是有人開始嘗試做這個方式 所以有人在笑 海盜黨是30年前的綠黨 就是他們 等著看笑話啦 就是這群 所謂的 所謂的政治敏感人 就是啊 這是30年年的綠黨 到時候會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這是一個方式 網路輿論是一個方式 因為現在有人在維護這一塊 有人在開始給法律這一塊 法律最恐怖的 不要再定法律了 古老的時候我們只要9個借法 10個借法 就能夠安居樂業 然後現在我們要有300頁的憲法 500頁才能安居樂業 也是太誇張了 越來越多政府不懂的事情 所以要去定越多的法律 有網路就定個網路法 有高鐵定個高鐵法 對不對 接下來還會發明什麼 發明什麼就要一個法嘛 BOT法 都根法 所以將來我們的小孩子 就是 在台灣生活法律先得懂得多 什麼意思 就是推掉 我不要懂 因為太多了 就是這樣子 我們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不喜歡現在 所以 網路輿論是現在一個在嘗試做的事情 但是海盜黨另外一件事 是積極加入政治 所以他們在 他是一個國際政黨 所以聽起來蠻恐怖的 就是Piraparty International 跟共產黨一樣 共產黨也是International 所以一聽到International 你知道 右派的就嚇得要死 美國International就嚇死人 就是共產黨 所以他叫做Piraparty International 全國就可以 全世界都可以加入 他在做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他要參與政治 所以在去年9月 去年9月吧 柏林 柏林的海盜黨 就拿下一個前所未有的搞 14行 過半 柏林議會的海盜黨 然後這個就是吸引了所謂賭籃票 一般的人就說這叫賭籃票 就像台灣就是 共和黨也不好 自由黨也不好 所以他們就選了海盜黨 然後海盜黨出來講話的時候 就說我什麼都不懂 他擺明了我不懂政治 我不懂 我不懂政治 我不念政治 我不懂政治 但我不懂為什麼我現在活在世界上政治這麼糟 所以我想要進去那些念政治系的同學的工作場所看看你們在幹嘛 所以請選我 我進去幫你們看 他們選上了14行 海盜黨 然後他們在支持的一些很年輕的 很先進的 包括同志結婚的 包括大麻合法化 要用大麻合法化 包括這個我最喜歡 他們的一個政策叫做開車免駕照 我多喜歡啊 我就是從以前就是堅持開車不要有駕照的 開了20年了 好這是另外一個意圖 所以剛好我遇到他們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他們在用這個方式 積極的除了從輿論 網路上的輿論之外 沒有用嘛 輿論跟街頭抗議是一樣的 街頭抗議就是protest 就是我到街頭講一個話嘛 對不對 跟點數一樣 我在我家的外牆 不要在牆上面貼個公告嘛 對不對 我喝馬英酒 練習你嗎 練習我多如何